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能不能出一个类似新娘妆的妆容 因为她接下来可能要去韩国拍婚纱照嘛 正好呢我最近又收到了Lunasol他们家的这一盘新款的眼影盘 所以呢我就想着要不就用这个眼影盘出一个这种可以拍拍婚纱照比较好玩的这么一个妆容吧 那如果对脸上这个妆容感兴趣的话就接着往下看吧 第一部遮黑眼圈还是歌剧魅影的遮瑕盘 大家有没有发现上一个视频里面这个遮瑕盘就已经换了一个新的 因为旧的那款已经过期了 我就感觉好像还没有用掉多少 但是它已经超过两年了 因为它盒子上写着开封两年以后就要用完 所以为了不烂脸我还是决定把它给换掉 这个视频如果放到一半突然静音开始文字的话 就说明是楼下的人开始装修了 底妆还是Sensi的这个粉霜 Sensi粉霜好像好几期都没有出现了 我自己也蛮怀念的 上完底妆以后再用歌剧魅影的遮瑕盘把面部该体量的体量一下 该遮瑕的再遮一下 前两个视频有同学提出说我鼻子的阴影画法不太正确 我做了一下功课我真的发现 与其说用修容把这边鼻翼压下去显得脏脏的 真的还不如用提亮用遮瑕 把鼻翼的泛红啊这些全部都给遮掉 让整个鼻子的界限感变得更弱一点 后期再用修容一刷呢就会显得干净一些 差点忘了很重要的太阳穴 把太阳穴给体量一下 接下来用蜜粉给全脸定一个妆 像痘印啊斑点的遮瑕我打算就把它放到最后 因为反正现在遮掉大概率也是会被后期的另外一些东西给扫掉的 所以还不如整个妆容完成以后再去局部遮瑕 今天用到的这个眼影盘呢就是Lunasol的这一盘最近新出的比较火热的这个01号色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刷色三个珠光色 然后连这个偏雾面一点的这个深红色也是有一点点断面光泽的 所以它里面没有一个就是比较传统意义上的哑光色吧 然后其他三个颜色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出挑的 唯一比较出挑的呢可能就是最上面这个湖蓝色 总体来说这一盘的配色不算是很日常的一个配色啦 所以如果你想买一盘日常都可以用的盘的话 这个我觉得不太合适吧 但是如果你想要玩色的话我觉得这盘还OK 它的粉质啊什么各方面都还蛮好的 持久度也是非常的棒 那我今天的画法呢其实就是用这个橘黄色给眼皮打一个底 然后用这个最深的深红色呢来加深一下眼尾跟眼头的地方 以及下眼线眼尾的地方 用这个珠光色来提亮一下眼皮中央的地方 最后用这个湖蓝色给下眼皮的前半部分加一点点点缀 让它看起来有一点点特殊的感觉 我平时夹睫毛其实都没有分什么三段式去夹的 我都是直接把睫毛根部给夹住 然后固定在那边大概十秒钟的样子 这样子睫毛其实就非常炸了 昨天刚收到一支爱杜莎他们家今年的这个限定款的黑色的睫毛打底 我发现这个黑色的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以前红色的其实只有这一面尺书嘛 但是这个黑色你会发现它反面也是有这个尺书的 据它的功能介绍好像是正反面有不同的功效吧 我也看不懂日文 我也不知道它正反面到底有什么不同的功效 但是呢我自己刷过来发现黑色的效果比这个红色的要强太多了 用这个黑色的打底膏刷完以后 基本上这个睫毛就已经有一种已经用睫毛膏刷过的感觉了 你们看这是单单用这个黑色的打底膏刷过的睫毛 简直就是飞天了 这哪里是睫毛打底膏 这根本就是睫毛膏吧 超厉害 用完打底膏以后呢 再用1028的睫毛膏给它加持一下 我都不敢用力刷这个1028了 我怕这两个一加起来真的整个睫毛飞到天上去 OK睫毛完成 是不是有种刷了假睫毛的效果 真的好夸张哦 刷完睫毛以后呢 因为我感觉这个眼影 其实它的这个珠光亮片什么都不是特别的亮嘛 所以我打算在下眼瞼的地方给它加一点点亮片 就是这支3CE的这个色号叫 这个色号叫Double Note 它里面是种尖尖的硅胶头 然后刷在手上的话 就是那种亮片的感觉 bling bling的大亮片 我打算在卧蚕的正中央的地方加一点点这个亮片 其实刚才应该先加这个亮片再刷睫毛膏的 在眼下加了一点这个大亮片以后呢 整一个眼妆就是变得有点泛泪光的感觉 看起来就是瞬间温柔了很多 bling bling的 接下来呢先修个绒 鼻子的修容用的还是毛哥平的这个双色鼻影粉 最近其实一直在练习怎么修鼻子 看各种视频啊各种学习 就觉得还是要多练吧 修容用回了这块K1的矿的修容粉 我前两天看的一个视频呢 是说修完容以后在鼻子的这两侧 还有在你修容的这个最深的地方下面 用这个散粉来烘焙一下 说这个效果会更好 应该是这个位置吧 这样子给它来一道 包括像鼻子的这两边呢 稍微等了一下下 现在把它给扫掉 有效果吗 鼻子有高起来吗 我感觉这个烘焙法好像真的是有效果的 但是这个脸颊的烘焙这个位置 我可能还得再研究一下 总之我觉得效果是有的 如果位置掌握对的话应该效果会更好 这个方法棒棒的 接下来是腮红 腮红呢我用的是前几个视频刚出现过的 这个Too Cool For School 这个Rose 用的还是它自带的这个小海绵 这个颜色上连以后还是很可爱的 接下来唇部产品 首先呢用NARS的这支Dolce Vita 来给嘴唇打一个底 这支的颜色呢就是一个很日常很温柔的豆沙色 这也是我自己日常生活中用的频率非常高的一支唇膏 接下来呢再用Dewer的这支740 Club 给唇部中央再来提一个色 让它更浓烈一点点 好了两个唇膏颜色叠加以后呢是这样子的 整个妆容完成的差不多了以后呢再进行最后的遮瑕 我会占取这个蜜桃粉色 少量的占取一点点 记住量要非常非常的少 毕竟是在蜜粉之后叠加这个膏状的产品嘛 所以不能贪心 然后呢在我脸上有痘印的地方 轻轻的用刷子或者海绵蛋 给它盖一下 好完成 接下来是这个妆容的点睛之笔 就是这个我用的是完美日记 他们家的这个D01 这个就是超级大亮片啦 它里面有星星还有月亮的图案 还蛮好看的 非常适合你要去参加音乐节呀 或者是想要玩妆啊 这样子就可以在脸上做一个点缀 那我用的是一个淘宝上随便买的一个硅胶刷 我也忘记是哪一家买的了 最后是高光 高光我今天用的是Dewer的这盘色号 是02号 它是有点带粉调的这么一个烛光色 刷在手上纹路很深的地方 也是这么一种波光灵灵的水光感 它的粉真的是非常的细 这块颜色我真的非常喜欢 用这个高光提亮一下眼头的位置 眼头提亮了以后 这个鼻子就显得更高了 OK 大功告成 我去换一下衣服再回来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